太阳能展当中各家业者火力全开 纷纷推出了新产品 不过各界关注的焦点还是放在 美国新双反对于产业的冲击上头 那么新日光就坦言 第三季营运确实受到影响 但是对于第四季展望 业者都一致抱持正面态度 才刚砸下10亿元攻占英国市场 建置太阳能屋顶型系统 新日光拓展版图较不加快 执行长洪传线出席太阳能展开幕典礼 为产业带来利多消息 因为双反的议题 那因为它成本变高 所以它的市场在Q3是有看到 它有一点衰退的 不过我们认为长期上看的话 还是会跟过去一样 因为都在成长 中国大陆还有像欧洲 像UK这里还有其他地区也都在成长 坦言第三季确实受到美国新双反冲击 但对产业有信心 看着环保意识抬头 加上系统价格逐年下修 可望扩大消费者购买意愿 另一大厂冒敌 执行长张炳恒更是乐观 我认为这个情况会持续下去 一直到年底 价格还会持续的上升 到了明年年初 这个美国双反中判之后 情势明朗了 那情形会比现在情况好很多 所以简单的讲 现在是产能力非常的高 但是价格还不是能够达到 让我们满意的深度 第四季 整个中国内需市场的启动 所以这个市场的需求量 有比第三季来得好一些 挥别美国新双反案 国内太阳能厂第四季订单回温 价格也开始逐步向甜蜜点前进 最慢明年初就渴望明朗化 为台厂增添活力动能 持续打造太阳能产业的日不落地国 福日宣传界委台北报道